作词使用 这个图我只是讲一下这个立面图 我们画为什么叫立面图 立面图 其实有些时候你们在 在我们做的过程中 你就知道什么叫立面图 什么叫大样图 这个大样图的话 我们怎么算也可以叫为 称之为 它是一个 比如说某一个物体 我们把它单独的把它画下来 这个就叫大样图 是把它放大的 这个放大比例 可以不标 也可以标 立面图的话 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正常的物体的一个面 就是整体的 就是像这个房子的话 假如说它这个是正面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正面的整体 所有我们能看得到的 都要把它画出来的 这个叫立面图 我顺便给你们讲一下 就是说 建筑标注的话 它和机械标注的唯一区别是什么呢 建筑的 比如说这个尺寸的标注 它是用毫米为单位 但是它的标高 就像这个 三角形 带一条横线的这个为标高符号 标高 标高的单位 比如说像这个0.6 它其实就是以笔为单位 也就是说 在建筑标注的尺寸上 你注意看 你们要记得 尺寸标注 适用4毫米为单位 它的标高的单位 都是为 默认的 这是国家标准 标高单位是米为单位 比如说像这个3.6 它就是3.6米 这个0.60 就是0.6米 这个正负0.00 就表示为 这个是地平面 就是说我们地平面 它就是 上面也是0 下面也是0 就是地平面 如果在地平面以下的 比如说它就是负 比如说负0.6 那么就是在地下 600毫米 就是0.6米 上面呢 就为正 一般情况下 正我们就不用标 就直接标写数字 我们就知道是正 这个上个初衷就知道 但是负 如果是我们标到这个下面 就一定要标负号 就是一个减号 一定要标 正号我们可以不标 所以说这个就是 建筑标准和机械标准的 标注的唯一的区别 根据真教做的这个 内面图的话 我们要分清楚 就是说我们看物体 比如说 我们先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后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就体现什么东西 像这种情况下 你看它中间这根柱子 真教画的 就是说 我们看这根柱子 就是证明我们是先看到柱子 那么这个栏杆就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就是被挡住的 被挡住的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剪掉 是不是 像这个的话 就是正确的 但是真教的这两边 就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到柱子 那么我们就要把什么 就要把 比如说柱子 那么这个我们看不到的 就把它给剪掉 那么证明这一段 我们是看不到的 是不是 我们就证明是以柱子为 柱子离我们人看到 像这个仕途 是最近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柱子 这个栏杆 柱子后就是在 栏杆就是柱子的后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分清楚 那么这个我们是看到柱子了 这个窗户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是吧 你看它这上面也是挡住的 那么证明呢 我们是看到柱子是靠最外边的 那么这个要被剪掉 这个你想就想得到 是吧 这个我们猜想一下就猜得到的 那么这个等于就是说 这个栏杆是在柱子 这个柱子的后面 这个窗户也是在柱子的后面 那么如果它又重活了 像这种重活了 我们就要把中间的给剪掉 如果你像这样 如果像这样的话 就分不清楚谁在前谁在后了 是吧 不过这下面这一根线 它这里头上啊 那么它是这个线 增加画的这根线是参考线还是什么线 这里的话应该是没有这条线吧 不管怎么线 你这个线它不成为一个面也不成一个柱子 只是一条线啊 这肯定是不存着 那我们就把这条线给删除 你如果是作为标高的参考线 这个是可以的 参考线你先把它画出来之后 然后就把它拴掉 那么这个表示在哪里的话 你有 这个应该是以前我画的时候 就是一个参考线吧 参考线它标高是去到哪里 那么你可以画一条 比如说我们标高是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像这样画一条线 是允许的像这样画一条线 那么就看得出来 它是从这个台阶最顶上这一个布置 就为标高是吧 就为那个中指线 那么如果它这里是有一个台 假如说哈这里是有一个 因为这个走廊 它下面是肯定有点厚度的 那么这是作为一个台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 要把它给留出来 那么它是在后面呢 我们就要这样把它给画出来 然后像这样的话 它看起来就是完整的 包括这些细节哈 如果这个一看到 这个柱子是在外面的 柱子是在外面的 应该也不对吧 这样看的话 应该是在 如果假如说这个眼口是靠最外的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里给剪掉 假如说哈 这是最外面的 我们就要把这一点给剪掉 是不是啊 像这样看起来它才真实啊 是吧 包括这边 这个我们就要看实际情况 谁在前 谁在后 要封用前后顺序 这些细节我们 都要把它做到的 是不是啊 特别是以后 如果你做效果图 这个顺序你没有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面给拿出来 你就拿不出来 是吧 这些 这些 这个树 树叶的话 树叶的话 树叶的话怎么画都无所谓的 这个只是表示一下 其他没什么问题哈 只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填充了 是表示是沙江 是吧 表示沙江 按道理的话 这个沙江这一段的话 这个中间是看不到这个线的 这个斜线就表示是地下 地下的 就是泥土以下的 表示方法 其他就没什么哈